我简单说一下这个连线套装的那些安装嘛 先把所有线都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以后这个因为我是四元位的 所以你就这样子设定成把它按到04 然后所有分级把它按到01,02,03,04 这样子把它区分起来 然后连线好了以后 它是出现04的,看到没有 然后这三根线是怎么用呢 同时那一根你就残扰到投币器的信号线那里去 残扰了以后你直接把那个杂质砸到那个线上去就行了 黑色那一个你就砸到机上的金属外口 因为我这里没有机上你直接这样子砸上去就行了 然后一个律师的话律师就是空台 空台那些摇杆啊按键啊扎炮键啊那些地方 都把它好像这个线一样这样残扰起来砸上去就行了 然后你想试一下那个效果呢 你就要用一个打火机啊 这个是打火机的那个电机啊 直接 直接这样子打一下黑色那个线 这个打火机那个电机打一下黑色那个线 这个上面有个旋钮可以调节声音的大小的就这样子就行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雷达狗的雷达狗的话呢直接要连上那个安全卫视 直接通电就行了 直接通电上去就行了 它会显示两个ok就说明已经可以了一定要连上安全卫视才能够使用的 这个就是雷达狗 这个就是雷达狗 如果雷达狗的话 如果你装上雷达狗的话 比方说我现在这里 投币器装了一个遥控器的话呢 怎么按都没反应呢看到没有 如果我把这个雷达狗断开了 就是我投币器里面给人家装的东西的话呢 你看到没有 一按的话就马上能够三分了 看到没有 因为一对一的信号安全卫视是不会报警的 一定要那种干扰 这个是干扰器的干扰那种信号才会报警的 看到吗 这种干扰器的才会报警 所以我们一次长官会给您看 看扰器吧 长官你还能够去吗 长官你还能够去吧